王子是率先第一個私訊我的 所以如果 姐姐再熱絡一點 現在跟你去打高 不久是不是我 我是不是我 下一個 王子 你在我心目中呢 就跟我還沒有認識你的時候 是一樣的 超級藕包 有證 還丟包 還 大家 最大 他真的很會放 最佳情人獎 是 好適合喔 我多拿一些給前面的同學 來來來 我投幾瓶給你們 謝謝 我是覺得就是也不穩定 其實很多行業都不穩定 沒有 真的啦 真的 你剛剛我按了也有 不好意思 對 好貼心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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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的員工哭了 怎麼哭啦 他們很開心 他有學到 他沒有從你身上學到 所以他們很難懂 看老師說 你怎麼說 說實在 你什麼時候要訂下來啊 錄影節目換兩個 對 因為我們也 老實說我們也很亂 對啊 我們剛剛開始玩笑 你現在這樣 到底誰才是生的 都會是盤子 好啦 其實我們今天要公開 昨天跟他們要公開 但是節目剛開始的時候 王子是率先第一個私訊我的 你很渣耶 對 對 所以如果 如果那個時候 姊姊再熱絡一點 現在跟你去打高 副球是不是我 是不是我 加油 歡迎 姐姐 被丟包的也是你 這一趟錄太久了 姐姐有一點非常可愛是 在節目錄到一半的時候 我跟姐姐私底下有小聊一下 她覺得我們可以讓節目更好 然後又可以更活絡起來 然後姐姐非常可愛 姐姐不是有穿上我們那個 部門的裙子講一大段話 那個滿感動的 那個大段話 她先傳給我說 妳覺得有沒有哪一句話不好 或得罪其他人的地方嗎 姐姐 害怕我們每一個人的感受 然後我就說 姐姐 我覺得妳寫得很好 不會讓我們覺得不舒服 對 我覺得這一點其實 姐姐其實也很在乎 我們每一個後輩的感覺 她反而是太在意 每一個人的感覺 所以導致她選擇看起來很冰冷 但其實她是太暖了